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s 今天我给您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又是一个奇怪的标题 您写我读HTML 什么意思 咱们到上一期为止 咱们编的HTTP服务器 都是给客户端返回纯文本 对不对 其实咱们网页中 更用到的最多的是HTML 对不对 今天咱们给客户端返回HTML 看该怎么做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用Node.js给咱们提供的核心库 FS文件系统的核心库 读取服务器端的一个文件 然后把文件内容返回给客户端 就是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 今天有两个文件 第一 是这个index.html 第二 是咱们一直使用的 这个myserver.js 这个index 这个HTML文件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 H1的Hello World 不是Hello World Hello Index 因为是H1 它会在这网页上用大文字显示 一会咱们看是不是大文字 如果是大文字 说明了 咱们确实给客户端传了一个HTML的类型 对不对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myserver部分 myserver部分几乎和上期一样 不一样的 还是这个服务器具体处理的地方 咱们看怎么处理 首先咱们在文件的顶部 头部 引一个这个FS的核心库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够读取本地文件了 怎么读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FS.readfile 然后第一个参数 是文件的绝对路径 这个是当前目录下的index.html 咱们能读到 然后呢 这个文件的编码呢 是utf8 如果读到了 ok 888 或者处理 没读到 读到都无所谓 它会回掉一个函数 就这个 第三个参数 这个参数 如果说 它读这个index.html文件 读的出错了 没读到 或者说 不可读 不可写 权限 没有权限 无所谓 它会给这个第一个参数 error 附上一个值 换句话说 如果第一个参数error 有内容 说明读文件出错 如果没内容 说明读文件成功 那么咱们看 我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 首先判断这个error 看读文件有没有出错 如果出错的话 给用户返回一个notefind 然后呢 http的代码呢 是404 说明我文件未找到 如果它没有出错 那这个地位是空的 对不对 那么会往下走 那么咱们把 这个文件的内容 就是第二参数 data里面 所有的文件的内容 返回给客户端 写法呢 和上一次一样 但是不一样在哪 大家注意 我这有一个set header response的头 以前咱们用的是 text的纯文本 因为今天咱们用到了html 所以这个地方 我写上了text html 这样的话 客户端才认为 您这也是html 或者说您这也是纯文本 或者是json 在这地方是可以设置的 好 这就是简单 今天咱们的逻辑 咱们马上试一下 我先建一个index文件 好 我把index文件 这五行考过来 看一会儿 能不能显示出来html 接下来 我再建一个my server 然后把server部分考过来 您到时候 从这个github上 或者说从这个 开转上 直接下载我的文件 直接运行就可以 我都给您建好 好 咱们马上运行 看看是不是能够读到html 试一下 敲 node 空格my server go 好 咱们访问一下 本地端口3000 3000有点奇怪 但是node.js的 所有的系统 几乎都是3000 几乎都是3000 试一下 go 大家看怎么样 读到了吧 hello index.html 而且呢 咱看下这个网页的原代码 确实是he1的都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 咱们服务器端 读到了这个index的文件 然后呢 把它输出到 成功输出到客户端 非常方便吧 那比如咱们改个文件 我不叫这个 hello index了 叫hello world 行不行 没问题 咱们试试啊 go 怎么样 说明服务器端变化了 这边也能够及时的读到 及时的显示给用户 没有问题吧 那换句话说 咱们当前这个目录 就相当于是一个网站的根目录 咱们可以加文件 加图片 都可以 然后呢 咱们在咱们服务器中 对文件 比如说要做什么catch处理 对图片 要做什么缓存处理等等的 在这里面可以做的很细节 然后咱们比如再加一个 这个Ladis的 这个缓存服务器等等 减少对这个文件的读取 那就是真正的htt服务器 APA级 他们需要做优化考虑的问题 因为咱们比较简单 所以咱们不用考虑那些东西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您呢下载我两个文件 实际跑一下 就应该马上能够看到效果 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我优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